氣球 OK 大家可以看到兩個的無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Selvie 今天回來 我們要測試這隻企果果 企果果 大家可以這樣看 它是一隻非常控場 又不可以說是非常 屬於一隻控場的角色 但它又是一隻可以守護你的角色 我覺得它是比較全面的 你也可以這樣看 是一隻可攻可守的寵物 OK 我嘗試用一下 究竟怎樣才算是最好的 當然 我發覺打逆向會比較好 因為沒有輸出 會令它可以看久一點 沒錯啦 大家看到第一招技能 就可以冰到別人了 當然 被打是一定同日 因為始終我們在打水關 OK 好了 那我們的企果果 當然啦 我的企果果還沒解決 那為什麼還沒解決呢 始終呢 始終它還是第四技啊 因為我的目標並不是想做水的 所以還沒解決 不是 我的目標是不想做火的 我的目標其實是想做地 所以還沒解決 始終要有地 我才想升第四技 那四技其實不需要說啦 四個回合啦 即是一開始四個回合 它就可以加到四十幾個百分比 我們待會再看看啦 這次我也是想打敵方 看看會不會冰到的 應該也難說啦 因為始終殺死了啦 始終企果果的技能都非常不錯 對啦 雖然它是打水的 也是一個不錯的輸出啦 當然啦 你說就這樣看他的技能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輸出感是偏低的 當然啦 你說打全體來說呢 企果果的實際作用呢 我就覺得打這個寵物大戰是會很好的 當然啦 除了寵物大戰還有什麼可以打呢 很多的 大家看看啦 好 那我們這一招可以開到兩個無敵招 我覺得非常不錯 當然啦 它的機會率是很飄渺的 越突得高就越好啦 沒錯 主動開無敵招 一開始 企果果的技能是可以一開始就能開到無敵招 相信來說 我覺得是很用的西牛 當然啦 西牛就沒有它那麼飄忽 所以呢 企果果的弱點就比較飄忽 即是它開無敵招 你可以說 它不一定能開到的嘛 事實上是的 你不幸運的話 隨時是一個罩你都開不到的 但是現在我們是做一個詳細測試 我們繼續試試企果果的罩是怎樣的 一回事 好 幫它回氣 其實大家都看到啦 如果你帶一隻蜥蜴 可以不斷地幫企果果回氣 也非常不差 好 幫一下 換氣啦 好 先換一隻蜥蜴 因為待會我們又要幫企果果回氣 好 現在我們再來一招 試試看行不行 無敵吧 氣球 OK 大家看到兩個無敵 都是兩個無敵 無花無架 連續兩次都是兩個無敵 而且這隻是未升門的技能 如果大家真的要玩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套裝也選這個技能提升 即是像我的肌布一樣 看過我短片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我的肌布是技能提升 企果果我覺得也是技能提升 當然啦 很多東西都可以的 可以玩這個綠寶石套裝 讓你捱到一個回合 然後又可以開到技能 非常之好 大家就這樣眨眼看 已經是非常屈肌了 好 企果果也進攻 不要拖太久了 OK 再打山羊 撥起來就完成 好 所以剛才我說過了 企果果怎樣玩呢 好在乎你怎樣做 首先 如果你說我真的想玩企果果 那什麼屬性就好 這個問題我見很多 其實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說真的啦 企果果的招第四技 基本上什麼屬性都吃 所以你說是否真的要這麼執著呢 好 我們現在就按來看看 它是全體增加攻擊 不吃屬性 那你當然啦 可以玩集隊 可以玩主隊 看回你了 如果你說 我也說了很多次 不過不要緊 再說 那你最主要是玩什麼隊 你就要玩那個隊的屬性啦 例如我想玩地隊的屬性 那我就選擇地隊啦 很簡單的嘛 就是這麼簡單 好啦 那我們看看這次有開到多少招 無敵 罐頭 好啦 那這次無敵不到啦 所以我一向都說 是很飄渺的 對了 那當然啦 大家越突高就越厲害 這招 越開得多 越大%開到的這招 所以現在我就這樣說 其實就很難說 嘩 真是去到盡的 但是也可以這樣看 不差的了 對了 我這樣做出來 好啦 那當然啦 這隻是限定桶 那我們就真的必須要詳細測試啦 對嗎 如果這次不弄的話 我相信下一次大家都很久才能弄到啦 對啦 不是下一次啦 不好意思 是沒有下一次啦 是限定桶 那字面上我已經說過了 限定桶來說 它是說不會再推出的 那這次如果你說做不到的話 可能又不知何時才推出的啦 那當然啦 雖然它說限定 那是不是信不信呢 就由你啦 對啦 始終這些東西 大家玩過很多手機遊戲啦 它說限定限定 那最後還是推出的 那但是短時間內 都不會再見到這隻棋 如果你說過了這個聖誕活動 應該都不可能見到這隻棋果果的啦 那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但是這次應該會特別長期的說一說啦 那大家都看到啦 又是兩個罩啊 那... 不錯的 那當然啦 實在太飄乎了 它的缺點是飄乎 這招是回血加上無敵罩 那相信PVP來說 它也有一番作為啦 如果突爆速度夠 那一開始已經可以... 加你的... 命 補命 或者你在第二回合 然後開才可以補血 然後後補命 沒錯啦 那來到最重要這一刻 就是講一講這隻棋果果的技能 棋果果 棋果果 講得太多棋果果變成棋果果 那...不要緊啦 現在只是一個稱號而已 我們不如叫它做棋果啦 對啦 我非常之... 講到已經很巧合 好啦 那我們進去看看 合了之後會怎樣 對啦 合... 合之前和合之後會怎樣 這樣東西都有朋友問的 合了...合前和合後 其實都是... 差很遠的 對啦 對啦 所有寵物其實... 按道理呢 你是需要合的 對啦 好 我們來看看究竟有什麼分別 分別大了 是最後一招 其實多4% 那麼... 多一個回合 和多4% 是多4% 多一個回合是差很遠的啦 對嗎 如果你說... 尤其是... 打寵物大戰 尤其是... 你4個回合定生死 如果你第3個回合沒有了 可能欠一滴血就是欠一滴血 對啦 那麼... 欠一滴血打不死人就欠那滴的啦 對啦 那麼棋果果完全幫到你啦 好 那... 看這隻... 棋果果啊 不是棋我啊 有說錯 好 限定寵物 弄了它最新的... Skin 對啦 即是... 突爆了之後的Skin 維京人套裝 這個 OK 有個盾 好 那第一招 就是這個氣球啦 可攻可守 之前說過的啦 以攻擊力195.45% 恢復我方全體的體力 好啦 那對敵人有什麼用呢 可以給予敵方... 給予所有敵人 相當於攻擊195.45%的傷害 對啦 當然... 攻來講... 打全體不算高 但是寵物大戰算高的 對啦 你乘回6啦 6、2 就有12 那其實都千多個%的啦 那如果你說回血 也是這樣算 寵物大戰非常有優勢 這招技能 第二招 有益身體 也是建築於它第一招的技能 二那裡 即是對自己用的時候 有這個33.1%的機率 呼籲無敵的效果 就是剛才大家都看到啦 其實就開了幾次 都是中兩隻無敵的 那第三招味道不錯 對敵人使用這個氣球 有33.1%的機率 使對方凍結一個回合 也是建築於第一招的技能之上的 即是你用第一招對敵打人的時候 有33.1%的機會凍結人 那靈魂那一招 最靈魂就是這一招啦 叫做營養充分 營養滿分 是營養滿分 那戰鬥開始的時候 有4個回合內 在奧方全體的攻擊力增加49.25% 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49.25%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它是吃光所有的屬性 這一樣是重點 即是你玩什麼屬性 其實它都可以落場 當然啦 有朋友都問過 究竟我玩什麼屬性呢 看你什麼隊 當然你玩什麼屬性都可以配什麼隊 當然啦 如果你說我玩一些純屬性隊 那肯定是做回那個屬性啦 沒錯 慢用來說 我自己也不會覺得哪個屬性會比較慢用 看你配搭 所以不需要再猶豫啦 這招技能來說是50% 非常瘋狂 加上機部來說 是...恐怖啦 最主要是 加上機部就有70%多 一開始就有70%多 攻擊力增加全隊 沒錯 所以這招是它的靈魂招式 第一招也是靈魂招式 我亦都說過了 可攻可守 可控... 然後可控制人家 可支援自己 其實這招對於我來說是比較全能的 所以你說值不值得做 對於我來說 剛剛試用完 覺得超級值得做 對了 再說一下它的敏捷 它需要1000啦 1000的體力 1000的氣力就可以用絕招了 那怎樣才可以開波作放技能 很簡單 其實你如果升爆了之後 還有它的成長率是高的 S 就算不S都可以 其實如果你有傳說符文加上性格的話 敏捷一定夠一開歌可以開技能 所以這隻是非常長越的寵物 所以也是一隻限定的寵物 因為我覺得它是比較強的英雄角色 你說去到傳說未至於 但是也是一隻非常優秀的英雄寵物 那麼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惑的話 相信我都解決了你的疑惑 如果解決不了的話 可以去Youtube留言問我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Like這條短片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是這麼多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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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